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第3,先跟王老师一块读读题目吧 这个题说呀,请把下面合适的用线连起来 我们是不是得看一看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对不对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下边是不是分了两行啊,对不对 上面一行都是一些球,对不对 对 你看这,比如说这第一个是十个红球 第二个是九个红球,一个黄球 第三个是九个黄球,一个红球,对吧 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五个黄球,五个红球 那接着下面是不是有对应的四句话呀,对吧 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对应的给它连线连起来呀 我们来看看下面四句话是怎么说的 第一句话说摸到红球的可能性大 也就是说啊,上面哪种情况是摸到红球的可能性大呢 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们连线起来呀,对吧 接着第二句是摸到黄球的可能性大 第三句是摸到黄球和红球的可能性相等 接着最后一句是摸到的一定是红球,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来对号入座一下,对吧 先来看第一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十个都是红球,对吧 那我闭进去,我闭着眼,闭进去摸一下 摸到的有可能是什么呢 红球 红球,我闭着眼,那我再摸一下 还是红球 还是红球吧 我闭着眼,我随便摸,随便摸,随便摸摸出来的肯定都是红球吧 所以在这儿,这个盒子啊,如果这是个盒子的话 我摸出来的是,有可能是红球呢 还是一定是红球呢 一定是红球 一定是红球,对不对 因为在这一边里边全部都是红球 所以你随便摸一个摸出来的一定都是红球,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我要连线的话,应该跟下面哪个连起来呢 最后一项 应该跟摸到的一定是红球连起来,对不对 好,如果是十个红球的话,那摸到的一定是红球,对吧 好,第一个已经解决了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么说的,说有九个是红球 还有一个是红球,对不对 那我闭着眼睛,下去摸一下 有几种可能性呢,同学们 两种 随便摸一下,有可能摸出一个红球 还有可能摸出一个黄球,对吧 因为这里边既有红的又有黄的,所以我有两种可能性 关键就是这里边摸到谁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呢 我们还记得吗,数量占的多的,我摸到它的可能性就大,对吧 这里边红球和黄球谁的数量多呀 红色的 红色的数量多,所以我是不是摸到红球的可能性大呀 也就是说,我随便摸一个摸到红球的可能性要大 摸到黄球的可能性要小,对吧 所以它应该跟下面哪个连线呢 摸到红球的可能性大,对不对 在这儿呀,因为红球的数量多 所以摸到它的可能性就大,对吧 接着来看这第三个,第三个是有九个黄球,还有一个红球,对吧 那我闭着眼睛随便摸一个,有几种情况呢 两种 两种吧,有可能摸出来一个是黄球 还有可能摸出来一个是红球,对吧 那摸到谁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呢 黄色的 我们说数量占的多的,摸到它的可能性就大,对吧 这里头你看,有九个是黄的呢 所以我摸到黄色的可能性要大,对吧 那这个里头我们应该选哪句话呢 摸到黄球的可能性大,对不对 因为黄球的数量占的多 那接着来看最后一个 是五个黄球,五个红球 它们的数量是相等的,对吧 一样的,当数量相等的时候 我摸到它们的可能性也是相等的 差不多大的,对吧 相等啊 在这儿是摸到黄球和红球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对吧 因为数量相同 这个师傅还是我们刚才做那个小实验得出的一个结论呀 就是你店里边啊,盒子里边哪个颜色的球占的多 哪个的数量大 摸到它的可能性就大 哪个数量占的少 我摸到它的可能性就小 小,对不对 好,你看通过这个题 我们是不是更好地巩固了刚才的那个小结论呀 对吧 好,那接着我们进入下一道例题吧 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一题四 先跟王老师一块来读读题目 这个题目说呀,红妈妈有这样几袋子苹果 是不是有四袋啊,对吧 那小红啊,她想要拿出一个红苹果 她应该从哪个袋子里边拿呢 在这儿小红是不是想随便一拿就拿出一个红苹果呀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下面这四个袋子分析一下了,对不对 对 那同学们,希望你们先按一下暖停键 自己先思考一下,好不好 好的,这个题想出来了吗 我们一块来分析分析吧 在这儿给了你四袋苹果 你是不是要挨个儿先来观察一下呀 对不对 我们想要随便一摸就摸出一个红苹果吧 所以你这个袋子里边至少得有一个是红苹果吧 对不对 这样我才有可能能摸得到它,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袋子有六个青苹果,两个红苹果,有没有红的 有 有,有可能能摸得到,对吧 再来看第二个是,两个青苹果,六个红苹果 有没有红苹果 有 也有 也有的,对吧 对,它也是有可能的 第三个袋子是八个青苹果 没有 没有红苹果 那我能,可不可能从这里头摸出来一个呢 不可能 不可能,因为你压根就没有,对吧 三号被我们排除了 接着来四号 四号是八个红苹果 有没有红苹果 有 有,所以是可能摸出来的,对吧 好,现在这三个袋子里边,我都有可能摸出红苹果了,对不对 对 但是呀,我们的小猴啊,就想摸一次就保证能摸出一个红苹果 就是摸一次一定要摸出一个红苹果,对不对 那在这儿,那在这儿应该,应该从哪个袋子来写呢 我们来想一想啊,还是再来看一轮 这一号袋子,这一号袋子,我就摸一个有几种可能性啊 两种 两种,可能是青的,可能是红的,对吧 嗯 而且我还是摸青苹果的可能性 大一些 更大一些,对不对 所以我从一号袋子里边不一定能保证 我一次就摸出红苹果吧,对吧 对 这个不能选 接着来看二号 二号也是有红的,有青的,对不对 嗯 那你摸下去是不是也有两种可能性啊,对吧 对 虽然这里头我摸到红苹果的可能性变大了 但是我依然不能保证吧 对 你能保证一定摸的是红的吗 不能 不能保证,对不对 嗯 所以这二号 也不能选 也不能选吧 那接着我们看最后一个四号 四号里边八个全部都是红苹果 红苹果 那我一定会摸出一个红苹果吧 因为没有别的颜色了 所以在这如果小猴想摸出一个红苹果 他选哪个袋子比较好啊 四号 四号 四号是一定会摸出一个红苹果,对吧 嗯 所以在这儿呀,我们选四号是最好的,对吧 嗯 好的 这个题我们就做出来了 好了 你做对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